好了,我是山兔,欢迎你来到我家,感觉怎么样呀? 我什么? 为了迎接你,我可是准备了很多小秘密 给你看这个 海国之战后,京都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大家推测,跟京都弟弟的灵力之源有关 为了解决这件事,秦明和黑秦明大人都参加了鬼王之宴 没想到,宴会中云外境竟然呈现出了传说中中烟之客的样子 正当大家都被心魔所掳罩时 秦明大人出手击碎了云外境,但是阻止了幻见 秦明大人猜猜 海国欲亲,就是巴提大蛇将云外境送入京都结界的阴谋 云外境,则是他打通各处地底灵脉的钥匙 巴提大蛇的目的,是让中烟之客,降临人间 为了彻底游止他 秦明大人,与大家分成小队 带上云外境的碎片 前往不同的地方进行进化 这一路上,将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华,这一切谜团即将陆续揭开 诶,这位大人好像平安那天,但是他也有余尾 我知道,这是一朵莲花 是刚刚出现的地位 我听说,有些同位层楼面的大妖怪,也将在这场碎片中现身 好像是飞鸟在围着他 还有长长的头发 谁? 看起来,似乎有灵魂的存在 不能说不能说 这么多人,现在的庭院可招待不过来 所以啊,为了更好地招待这些新伙伴 我们的修善计划又开始了 哇 哇 是鱼特别好看 还有一个新衣服的情报门说呢 哦,对的情报门说呢 哦,对对对 最近小纸人也开始加班加点红制 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俩的份 不过,他正忙着准备新玩法和新的大型活动 应该没空离我 哇 走,我们去看看其他好玩的东西吧 哦 今年,我们又要出新内容了 阴阳师音乐剧第三季,已在计划中 哇 申请下次加入我们的戏份 评论物语 百笔语二元 没出新的阴阳师 有这么多新内容 假期不会无聊啦 呱呱 还有更厉害的 阴阳师将与超人气日本动画毁灭之刃联动 新客人即将到访 鬼杀队 呱呱泡泡 还有之前那位火之国的幸福部长熊本熊 为了寻找回家的路 也将出发前往阴阳师的世界里 展开新的冒险